或者寫文年那些 寫文年那些 還有寫文年那些 包括文園 所有這些都進去 還不回天福地變化 這個叫做洗牌 這個叫做洗牌 你不洗牌 靠什麼人來洗牌 是靠選民去洗牌 所以第一步要做就是今年年底去票債票償 叫這幫民主派狗賊 尤其是那些大佬級人馬 李永達 何俊仁 這個善仲佳 所有這些要選區議員 這些全部混蛋 全部輸 這個是第一步 要洗牌 你不洗牌 你改變不了現在這個局面 你叫我們對付建制派 你有什麼能力去對付建制派 暫時來說 你先碰到民主派 我告訴你 你洗了牌之後 然後立法會全部平均年齡三十多歲 個個都好像黃毓民 身手比我還快 如果馬草南家已經爬上去 我要扯蝦 喘氣 年齡差一大部分 如果全部都是這些 這個政府 還可以好像現在這麼過份 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 大家如果都不明白 那就真的沒得說 所以要洗牌 洗牌靠什麼 靠選民 靠選民力量 教什麼你洗牌 是吧 所以如果大家不願意洗牌 你繼續投給李華明 繼續投給李永大 繼續投給劉慧卿 繼續投給何秀蘭 你就設定繼續混蛋了 這麼簡單 你又不會投給譚耀宗 是吧 你是會投給李卓仁何俊仁 是吧 你不會投給譚耀宗 就選民 有幾年輕選民 你不是這麼做 這個局面 是永遠無法改變的 我告訴大家 我們聽澳門小新的電話 小新到你了 聽到了 講得的了 是 在英文你好 你好 第一次打過來 講講近期 民主黨要抵插的 抵吊了這些 因為 你香港 你知道澳門民主派 香港民主黨做的又是對的 我發覺是 已經我覺得澳門民主黨是死的 我覺得你們做了一個新的玩法 去令到議會充滿新氣的 我發覺是 你們那時候是訂招 我覺得是做得對的 但是當民主黨一做過這樣的 出賣香港民主的一個決定之後 我發覺很多事情已經好像 好像對民主黨沒有希望那樣 因為澳門沒得教的 你知道嗎? 香港是靠香港搞成澳門之後才有進步的 現在香港被民主黨搞了這麼多的本事 澳門立刻搞 是不是? 所以禍然澳門 根本澳門已經是 有人是死局來的 因為澳門有成是建制派來的 香港是一個地方搞得起的 一搞到澳門就沒有搞 但是香港被他搞成這樣 是不是沒有辦法? 有道理 他說 英文主要你們繼續努力去做這些東西 大家努力 大家努力 是不是? 因為民主派一定不能放過 這個是我永遠支持你的 謝謝 謝謝 謝謝代表Sir OK 多謝 多謝 多謝澳門的小生 民主派一定不能放過 我們聽一下Keym的電話 Hello 喂 你好 陳議員 王議員 你們好 首先 多謝之前有位先生說 他也有留意澄事論壇 希望各位市民你多點參與 如果你不來也要看一看 其實我這次打來 主要是想分享一些市民對於我們抗爭的看法 我平時都是在樓上 就是在城市論壇 以及在我們現在人民力量裡面抗爭 但是如果真正正落到市民的那個階層 就發覺原來看的東西跟我們很不同 就是我們當然會做一些很激的行為 然後市民很多不認同 不過有一樣東西 不知道是好事還是壞事 有很多市民走來反映 好像特別我剛剛下個禮拜 我們會做那個關於稅債票償的煙稅的問題 就有很多市民來給意見了 他們就是說 有沒有搞錯 煙稅那麼貴 有一個市民說得很對 就是說 之前我一直不理政治的 不關我的事的事 誰知道這次吃煙都被他辣了 沒人知道其實 政府現在的情況就是 根本很多東西 是一步一步一步地燒我們 再不理的 如果香港市民 遲了一天真的辣到我們家門口了 明白 就算非英文也好 就算他說我不吃煙不關吃 下次一定有政策拿到來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 剛才大教員說得很對 根本是很有迫切性 我們真的有時候的行動可能要升級 又或者再要用其他的方法去表達 好 多謝你們了 OK 謝謝 拜拜 OK 接著到 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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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蕭先生請說 蕭先生到你了 票上會面對的問題 喂 蕭先生請說 是 蕭先生 蕭先生 你好 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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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用这样的手法去抹黑一个议会抗争的行为 其实公众就会自自然而不理前因后果 就会在一个搞事暴力的行为上面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媒体的炒作 令到这个思想是不流通 最后就是令到一些人的思想变得更加暴走 一些比较开明的人都会觉得你这帮人是在搞事的 不是在帮我做事的 所以我就说这个媒体的一个操守 是令到这个僵局是一个很大的责任的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刚才我也分析了 例如2003年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个主流传媒 那个对岛董或者对董建华的施政 和23条的否定呢 整体的传媒一面倒是批评政府的 至于出现50万人上班 直到董建华下台而已 但是你那个主流传媒一面倒 转了态的 是吧? 毓敏和大班都被炒了是吧? 跟着你看到这个特别明报过去那几年呢 很多时候对政府的政策是小马大帮忙 对一些所谓激烈的抗争呢 全部都是即是冷处理 即是抹黑 即是扭曲 是吧? 那你香港人就好像接受这些传媒 这种的烂处理 抹黑和扭曲 我已经两年没买明报了 因为我觉得这份报纸无耻 我在立法会点名买明报都几次了 所以如果香港人是觉醒的话 第一就不要再 霸买明报 不要再买这些 霸买苹果 不要买这些无耻的报纸 而且透过大家对这个问题的了解 你都叫其他朋友不要买这个明报 那你慢慢 喂 这些报纸它的销售出现问题的时候 它就拆了 那自然会有一些正义的报纸 咦? 扶回上来的了 好 那我们看看还有没有 刘先生的电话 所以我呼吁支持人民力量的朋友 以及网民 真的呼吁你的家人 以及你可以影响到的亲戚朋友 不要看这些报纸 霸买 有人买了你看不要紧 霸买一定不要买 OK 刘先生 阿毓文 是 阿大哥 我看到毓文你被人的 我真的心都很痛 哈哈 没办法 即是这样的政府 这么人渣的政府 我觉得 在这里骂都没办法 我想打到香港电台去 打不入 我想在电台拼 他都拼不了 即是这个政府 这些最好呢 有个画面看到的 电视 就是啦 七个人夹我一个人 他保护过官员 七个保安的 那些保安呢 没办法 他就是混血的 我们不会怪保安的 我们不会怪保安的 真是很惨的 那谁来保护我们呢 没错啦 谁来保护小市民 那些问题 所以你说 这个政府不移 我们人民有什么办法 老实说 用脚来走路 你抗议他 真的要 我们就算过去 我们一定要走出来 所以我在这里再 真是 真是 辛勢利也要说一次 真是 如果不出来 那些真的没有血性的了 真是 我们香港人真是没得够了 七日啊 七日 嗯 七日 那些关头 但是都要做多些事情 现在这个政府真的不做多些事情 他就好像当我们死的了 真是 真是 我看见现在真是很火滚 你看到六四 已经搞了这么厉害的事情 做出来 你真是 喂 这么厉害的 这些全世界都能看到的 这些不是当人傻的 这些是很严肃的问题 六四 我们香港人来说 这是一个刺 封你几个入口 都够敢做 这是刺 这是刺 共产党都不够出声 我刚才都说了 这个警务处长好 他会加速政府的灭亡 我告诉你 这个曾伟雄 所以三个都姓曾 真的 整个特区政府 就在几个姓曾的手上 我都不想说粗话 其实 你别说了 别说了 别说了 真的火灌 你这个人不插他 你当不是人的 这些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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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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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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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了孩子 所以這些人產怎麼可以 我也是喜歡洪先生說 直接屌他媽媽 這些混蛋就認識他 謝謝你的電話 洪先生那句都是金句 幾句都說了 幾次都說了重複 沒所謂了 我們網台 你喜歡說就說 不過有時候 不要為說而說就行了 你好像我們台長一句都不說 但是有時候就算說髒話 都沒辦法宣洩我們那個老伙 就好像昨天 如果你被我賣了身 我真的打他 你明白嗎 當時那個氣氛 你是腳局打他的 真的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再見